英年會議的時候 果報你自己去承受 那麼再下來看下面這個公案 墮胎沙子篇 這個呢 墮胎問題現在 中國大陸跟台灣都很嚴重 所以在這堂扣呢 為什麼我要播放這個引帶呢 因為墮胎不要推到女人身上 男人要負百分之六七十的責任 對不對 那對就表示同意啦 所以這兩個都共同有責任 要預防墮胎 因為墮胎是沙子行為 因為他們不知道才墮胎 現在墮胎非常嚴重 尤其在台灣 學生放暑假 就會在網路上說哪個地方有夾娃娃的 我現在就讓你看夾娃娃的故事 看起來很慘不忍讀 原來人的墮胎是這麼殘忍的 我們看一下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將鉗子伸進子宮內來肢解胎兒 四肢被一塊塊的扯下來 然後是背的部分 脊椎和驅肝 胸腔的一部分和腹腔臂也被夹掉了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肋骨了 有誰有誰能夠懷疑這個孩子經歷了一場無法想像的苦難呢 躯幹的碎片從子宮裡取出來 再堆放在桌上 等一下墮胎醫師會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 以確定墮胎手術是否完成 在這堆血肉模糊的骨骸中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條腿和一隻腳 鉗子已經找到了胎兒的頭 找到之後就牢牢的夾住 再用力夾碎 之後呢 再把碎片一片片取出來 你可以看見破碎的頭 還有溢出的白色腦漿 在完成這個程序之後 這個叫做刮齒的器械會伸進子宮去 它的功用是刮除子宮內壁殘餘的附著物 還有胎兒剩餘的部分 手術到此完全結束 黑日他沒問題 要不然看見破碎了 這可以看見破碎到了 這除了一樣的辦法 對這為何是個刮屋 要不來呢 要不來他 連上來的人 包些宣布 同時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 让人家惨不伦的一个残忍的一个 堕胎动作 堕胎的构成 这是真实的影片 那么确实生命来得不容易 但是这种堕胎行为 他却不知道他杀子就在杀生 这样的一个果报 那么到底也没有阴灵 少女堕胎现象我已经讲过了 那么现在也没有阴灵 我跟各位讲这个故事 有一次我到远东台北的戏子 远东工业区 去那边他们说我们去诵经祈福 结果我还没有去以前 我就做了一个梦很奇怪 那我做了一个梦 就发现很多这个房间里面堆了很多小孩子的尸体 后来第二天到现场 我一去看 那么一楼是一个护产钩整首 我就问那个管理员 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就是我那个朋友 情我妻那个人 他跟我讲这个护产钩 堕胎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 这表示说 因你是切实存在 那目前堕胎的数字呢 堕胎的数字呢 堕胎数字经过 世界卫生纸之日 全世界的统计呢 每年堕胎的人士达到5000万 那么历史上最惨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了六年死亡人数是每年一千万 所以六年呢 是二战呢 是死了六千万人 但是现在的堕胎人士呢 每年就5000万 等于打六年的二十岁大战的人数 那么全世界每年大概有七万个妇女死亡 五百万的妇女因为堕胎不当引起并发症 那么在台湾呢 有所谓的九月堕胎草 到九月堕要开血了 这个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都是上网说哪里可以吃娃娃 就表示这个堕胎问题非常严重 那么再来第四个 青少年这个受孕堕胎 他受孕堕胎的心态是什么呢 第一个没有因果概念 那么不知道堕胎就是沙子 第二个不负责任 不守伦理道德 那么 再来堕胎的故事里面呢 就是控制不了冲动 控制不了自己的冲动 那么这个堕胎故事里面呢 第一个故事就是台中有一个师姐 我有一次在华上卫视演讲 她来找我 她说她每次她 你人的夜市的时候呢 她血快掉过不停 我问她说你拿过几个小 她说拿过八个 拿过八个以后呢 她后来我告诉她说你 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 因为既然她来投在当年小孩 你把她杀死了就是沙子 你必须要跟她忏悔改过 那你要为这个婴儿呢 婴灵的祈福 要回向 后来说的也很玄 她经过这样祈祷回向以后 她的夜市血快就不再掉了 那另外就是荷兰有一个女生 就是丁嘉丽自己讲出来的 她说荷兰有一个女生 你本身是妇事 总共都15出胎 后来她遇到一个法师跟她讲 那个法师跟她讲说 15出胎都是同一个人来脱胎的 那有一次她受不了 她想她因为她得了子宫颈癌 她想去自杀 自杀以后呢 她先生租到以后赶回来救活了命 后来呢 这个师傅就跟她讲 你一定要好好向这一位殷灵 来忏悔改过 那么再来就是丁嘉丽 我们中国这边的一个演员 叫丁嘉丽 她就拍一个 勤务沙子堕胎的这个影片 她本身有拿过四次小孩 她到中国去拍片的时候 有一个法师跟她讲说 你旁边跟了四个小孩 她也半信半礼 她说师傅你怎么知道我拿四个小孩 师傅说四个小孩都是你杀掉的 所以她要求她会跟着你 后来丁嘉丽知道这个影片以后 其实也某一个程度上讲 她帮助很多人避免堕胎 所以也是做好事 那么丁嘉丽也为这四个小孩 殷灵 无缘的小孩 祈祷回向 那现在她也一直在欠人家 不要逗胎 要附生 再来 因为逗胎 再来看这个逗胎的果报 逗胎的果报 我刚刚早上跟各位讲 来当父母子女的严婚 就是报恩报恩讨债还债 如果是她来报恩的 你把他杀死了 那恩变成怨 那也是一样还命债 如果她来报恩的 怨上加怨 那果报就惨累 如果她是来讨债的 再没有讨到 你把他杀死了 那也是怨上加恨 最后一个她来还债的 你借你把他杀掉了 那就变成签病债 这个逗胎的果报是这样 全部都把恩怨 变成一个仇恨跟怨恨 那就不得安宁 再来 再看看这一个是 中国这边拍的影片 其中因堕胎而死亡的女子500名 全球每年的堕胎人数5000万 两年一个亿 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平均每年死亡的人数是1000万 而现在每年因堕胎而死的婴儿 居然是二战死亡人数的五倍之多 还有一个数字显示 2004年印尼海啸 当天死亡的人数是25万 已经够惨烈的 而被堕胎的婴儿两天就30万 详细到每分钟都有104个胎儿 因堕胎而死 我再给您读一组资料 相信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揪心不已 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 目前中国每年的堕胎数量 居全球之冠 数字是1300万 为什么会去堕胎呢 第一个还是教育问题 做父母的必须要好好去告诉主女 不要随便堕胎 这是第一个 教育丢掉了 那么第二个呢 媒体的污染 第三个呢 堕胎的根本年龄来自以贪欲 贪欲 我们所谓的万弱淫威首呢 一切灾难的开始 那么第四个呢 痘胎不是说没有事 像丢包一样就丢掉了 这是痘胎的原因呢 我个人的分析是这样 再来痘胎的果报呢 第一个因灵 他一定会跟你的 而且等待机会报复 第二个 报复灾难的开始 第三个呢 生病遭致恶病 这种种的妇女的疾病 那么第四个呢 如何忏悔堕胎 那么第一个呢 对因您说对不起 请延亮 谢谢你 我爱你 这是美国修兰博士的一种 很好的一个修行方法 比如说你跟任何一个人 有发生冲突 那么你跟这个同事或是家人 或是朋友 你觉得里面闹的意见闹得非常凶 而且你们已经冷战了很久 不想往来 变成非常厌恨很深的一个仇家 那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 这是美国修兰博士讲的一种 很正切的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第一个 你先说对不起 然后你说呢 请延亮我 第三个呢 谢谢你 第四个 我爱你 这四个链波出去呢 他会改变很多的磁场 往往你说一句对不起跟请延亮呢 对方心就软下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忏悔方式 然后呢 再说谢谢你 那我相信 对方讲讲 进一步想对你有采集 比较激烈的动作的话呢 他也会心会软化 这叫谢谢你 最后你跟他讲 我爱你 这四个呢 是化解冲突的不二良药 那么第二个呢 是行善不失来放生 你既然把小孩子斗掉了 那么你都要多行善积德来回向 第三个 怀孕的根源就是中欲 所以如果禁止中欲呢 这是很重要的 也不要看摄情影片 不要上网交友 那么第四个呢 改构不要再造 第五个呢 念佛超度回向化解 或者你读圣贤的书呢 来回向给他 比如说读太上感应篇 英字文 那么再来呢 不吸毒不饮酒 最后要相信因果报应